零基础新手 暑假7天水分化妆 口红片 为什么互联网上那些女生 画出来嘴巴都似乎饱满 简陵又好看 而新手涂口红 画出来确实干脸又神了 是因为踩中了这三步区 今天就通过改善这三步 教你画出日常 简陵又饱满的口红 一 唇部护理 唇部好看的关键就是 嘴唇不能太干 很明显的唇纹 所以新手画出来的卡尔纹 大多都是因为这个 我记得你们画底妆之前 可以同时把 把唇部的状态护理一下 到口红的步骤就先敏一下 唇部的状态就好很多了 遮唇妆 有的人的唇部颜色很深 所以在上底妆的时候 可以同时把你唇周颜色 稍微代过一下 这样做 第一步可以又画你唇周 那些范污的纯色 因为口红边缘 如果唇色太清晰淋漓的话 也会让你的整个唇妆 过度的不是一样 还会显得你整个人的妆容 还有距离感 护去口红的颜色 也还有一度更高 素橙减凝3D唇 口红可选的颜色太多了 推荐跟你眼影和腮红同色系的口红 如果你画的是这种粉色系的淡妆 但是口红用的是那种很深很红的颜色 不美了 想要口红更立体的话 你可以找一个细头的唇用 或者是唇线笔 在这种细头画出来也会更加精准 对于新手来说也不容易出错 在唇峰的上方画一个小V 如果你的扇唇比较薄的话 这个小V可以稍微上抬一点点 大概画出一毫米左右 上唇的内侧也就是里面 画一条微笑唇线 像一个海鸥线的一个结构 位置不要超过整个上唇的一半 下唇内侧沿着底部画一个公字 虽然晚上很多焦层都在教你画空 但没有告诉你原因 所以这个画出来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好看的唇形 它的下唇是需要有一个立体饱满的诱改 它自带两个暗面 上唇峰 洞里面就是内侧这个位置 下唇窝这里也有一个比较深的阴影感 底部的暗面就是这条 宫 笑脸的魂牵 但是干笔的嘴巴呢 它是相对来说平的 没有阴暗面 所以我们要通过人为的塑造 让这个唇部更加的饱满 因为中式的声音里面好看 有福气的嘴巴 下唇都会有两块丰满的唇板 那我们中间就是要尾叫这个 凹陷感 画完之后用棉签或者手指往上晕氧 下唇就往下晕氧 上下唇边缘呢 分别的向左和右晕氧 你看 实时过渡完 离远看已经有一个人工的一体感了 然后用我刚刚介绍的这个主色调 通过手或者是棉签 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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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心就好 把这些后白的位置填一下 最好呢 也可以在唇峰的底部 笑一点晕氧 那你这个唇峰更孤出好不好 这样减零的3D唇呢 这样就画好了 如果你喜欢哑光的唇峰状态的话 到这里就结束了 要是喜欢亮面画 想更多的 两笔暴改 咕咕唇 可以用一个同色系的固体唇用 在你的上唇 画一个爱心 下唇呢 在你中间线两侧 分别点一个圆圈 整个嘴部的两侧呢 就不要涂有光泽感的产品了 这样咕咕唇的效果就拉嘛 谁看的都想听一听 真的很简单 有手就会 一定要试一下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